機能還蠻不錯的 因為這邊有個學區 簡陵新裝明星學區屋齡35年 將近30坪的一樓公寓 開價1700萬 這個房子是屋主 從上一輩繼承而來 只要脫手就有大把現金入袋 大部分的繼承人 一方面是不捨得 長輩留下來給他們的房子 另外一方面也會覺得說 長輩留給我房子 我不認賤賣 我賤賣可能會被親戚朋友唸 所以價格其實都會 開得比較高一點 看看房仲手上的案件 光是繼承的房子 至少有五件 因為往年的話 其實大概一年遇到 大概頂多就五間左右 對對對 那這兩年可能疫情的關係 所以有增加 根據內政部統計 全國繼承房屋比例 越來越高 今年第一季來到百分之二十五點七 比起去年同期 增加七點四個百分點 六度中台北市占比最高 逼近三成 等於每三比 住宅一轉就有一筆來自繼承 但背後藏有隱憂 在繼承之後呢 因為這些財產是以持分的概念 去分給其他的繼承人 那也會造成在事後 因為財產分配的意見不同 會導致家庭的一個糾紛 去年全國死亡率百分之八點八九 達到統計來新高點 加上不少長輩在房價 所得比的時代累積不少房產 因此讓繼承不動產比例隨之增加 想要避免增產糾紛 專家建議遺產交付信託處理 請永遠就馬上開始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靖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